根據這樣的公式算出來 是低齡面積 所以叫做折價發行 記得嗎 當時我們在算公式 在發行上折的時候 有做過這樣的一個計算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講年金也是一樣概念的 好 我們剛說說 我先只是幫你回憶一下 我們其實這個東西 在我們講初拍的時候已經提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年金的 好 年金的意思就是 固定的時間收穫付固定的金額 所以這是一個 先告訴你什麼叫做年金 在我們的課本上面 141頁 149頁 所謂的年金就是 每期相隔的時間相等 每期支付的金額相同 那每期季節的利率相等 當然你要能夠金額相同 相同的話一定是什麼 利率是一樣的 好 所以這是告訴你什麼叫做年金 那我們年金的一樣 有所謂的中值跟限值 那我們現在這個例子 在算的是年金中限值 因為我要知道的嘛 我這個時候發行的價格是多少 所以我是每一次這個時期 好 每一次付了十萬 十萬 好 付了十次 好 十次 然後最後呢 這個 這是十次了 然後最後我還要付一個 一百萬的到期值 所以我自己賓盆要去推算回來 我現在要算的是什麼 這個時候的發行價格 所以 發行價格 所以第一次付的利息執行在多少 第二次付的利息執行在多少 第三次付利息執行在多少 所以一直往前推 所以我算的是這個是限期 好 所以這個是我發行的價格 就是我現在要發行的資金額 所以是所謂的年金限期 加上這個是什麼 不是年金喔 因為到時候我還一百萬 是不是一次而已 所以這是付利限期 所以公司在發行價格計算是 結合了年金限期 跟付利限期的關聯 可以計算出來的 好 那我有限期 一樣可以計算中期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中期怎麼去計算 中期呢 就是我知道現在的金額 好 假設我現在知道這個 我現在的金額 然後我要去推 那十年之後是值多少 然後這個時候的一十萬 十十年 九年之後是多少 這個時候的第二年的十萬 十八年之後的金額是多少 那叫中期 好 所以有年金 有限期就有中期 好 所以這兩個都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可以互推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課本上面給你的表 都叫做普通年金 什麼叫普通年金 那時候我們要講兩個無詞 一個叫普通年金 一個叫做期初年金 或到期年金 課本上給你的表 都是普通年金表 什麼叫普通 就是每期的期末 收過的是負一筆金額 好 什麼叫普通年金 指的是期末 什麼叫到期年金 指的是你發生的金額是在期初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好 普通年金是指在140頁 好 140頁講普通年金 中指是指每期期末支付一定的金額 各期金額負利中指的總額 叫做普通年金中指 也就是指我每 我的發生收負的金額都是每期的期末 那什麼叫做到期年金呢 請你看一下141頁的 好 第一句話就可以了 到期年金中指是指每期的期初 好 支付一定的金額 然後各期金額負利中指的總合 好 所以普通年金跟到期年金 所以只差別在哪裡 只差別一個時間是在期末 普通年金在期末 然後呢 到期年金呢 它發生的時間是在期初 那我要提醒你 課本上面給你的副表 都是普通年金 限值表或中值表 它都是給的是普通年金的立場 所以當你發生的條件是期初的 或者到期年金的這個情形的話 你應該知道怎麼去調整 或者是怎麼用這個調整 你怎麼去算它 好 就是你要提醒你的 所以看一下呢 是例吧 好 它說呢 假設每一年年底 140頁的底下 每年年底存5萬 然後呢 利率是12% 那每年呢 覆利一次 覆利5年之後的年金終值 好 每一年年底存1筆5萬 第二年年底也存1筆5萬 第三年年底也存1筆5萬 第四年年底也存1筆5萬 第五年底也存1筆5萬 它存在5年 好 覆利5年 這個時候我每一年年底 存在5萬的終值是多少 好 所以呢 我們就去查我們的年金終值表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年金終值表呢 最常我們課本上面 給你的覆表就可以了 所以呢 年金終值表呢 我們看一下是在155頁 因為它是利率是12% 所以利差5期 好 所以5期的話呢 是不是它的終值呢 是 終值指數是6.352847 所以你可以過頭來看一下 課本上面的140頁的 最底下是6.352847 所以5萬5年之後的那個年金終值呢 就是317642 那你看這個表呢 好 我們回過頭來看那個表 很特別 我告訴你說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154頁到155頁 其數是1 不管你的利率是多少 其數是1 你的中值因子都是1 大家看懂嗎 也就是說 因為我現在的 我現在給你的這個表 是年金 年輕的 普通年輕的立場去看的 所以我指的是 其末存一筆錢 好 這是其數喔 這是其末喔 好 我這個時候 其末存一筆錢 存5萬 這個時候的5萬就是5萬啊 所以我給你 我給你這個表是普通年金 中值表 因為這個時間點的5萬就是5萬 不管你利率是多少 這個時候存5萬就是5萬啊 所以它的中值指數都是1 這樣看懂嗎 所以這個表強調 這個表是普通年金中值表 所以我如果給你的條件是 期初或者是到期年金的話 那你在算的時候 你就要去做一點點的 跟這個表的時候 運用上面你就要注意到 好 待會兒我們會有例子可以看 好 那我這是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普通年金的中值表 那我們來看一下到期年金 好 看一下勢力9 勢力9它說142頁 好 王軍從差1年的7月1號開始 每一年存15萬 利率是8% 然後每一年付利一次 求4年之後的存款的金額 好 那你注意到喔 它現在是每一年一開始的時候 它就存一筆錢 存多少錢 存15萬 它又存幾次 存4次 好 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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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問題的是第4年底 好 它問題的是第4年底啊 4年後就是指什麼 第4年年底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是不是也存4次 一開始的是5萬 12年一開始的是5萬 第3年一開始的是5萬 第4年一開始的是5萬 第4年一開始的是5萬 我現在要算的是這個時間點的中值 不要判動嗎? 我要算這個時間點的中值喔 跟我們剛剛看的普通年金呢 是一開始的5萬 就是年底存了5萬 好 一共存了5次 到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呢 我也存了5萬 但是我的total是多少 所以第5年存了5萬 它就是5萬啊 好 所以這裡我們要去注意到 這個表 如果我用普通年金的中值表 我怎麼去算這個東西 好 那你要記得 我剛剛已經講說 因為我們課本上面給你的這個表 是普通年金 普通年金的意思是 每一期的期末去存一筆錢 拿這個例子它是存款 所以每一期的期末存一筆錢 所以呢 我們要把這個 一開始的15萬我們就往前推 這個時候我就開始做 好 這個時候開始看 所以第一年 這是第一期 這是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我在算的是這個中值啊 我在算的是這個中值 所以看得懂嗎? 所以我大概15萬是 我這個時候存了15萬 但是就普通年金來講 這是第一期 好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好 所以我們的算法裡面呢 那你看這是期數裡面 你就要看什麼 一 二 三 四 五囉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是 這個第一期是這邊嘛 但是我說了 因為它是普通年金 所以我們要把它想成 前面這一年的期末就開始存 最共有五期去算到這一點 好 所以當我在計算 用普通年金表 中值表去算的時候呢 我就要算出來是六期 我這個時候存 因為普通年金是視為期末 所以我就往前推 自己出就在這裡 就去算出來 所以你要算15萬 好 就我們的普通年金來看 它一共算到這裡是什麼? 一共是五期 好 所以五期 利率是百分之多少 十二嗎? 欸 百分之九嗎? 好 但是呢 最後這一期 像我們的普通年金的時候 最後一期這裡 我們是沒有在存啊 因為是在這個期初的存啊 所以最後這一期沒有存 所以減一 這個去算 大家看懂嗎? 也就是說 為什麼利用我們課本裡面的 這個普通年金中值表 去計算如果是期初年金的條件 好 因為我剛剛講了 我剛剛請你注意看一下說 我們那個普通年金中值表 不管你是 利率是多少 當你期數是一的時候 你的中值因子都是一 它指的是這個時間點 它都是一 因為它是期末 所以我剛剛講說 雖然它的這個勢力九是 期一處就存一筆錢 我們要往前推 它是那一期 就是前一年的期末 換言之你把它想成 這個例子是差七年的七月一號存 好 它是差七年的七月一號存 我要把它想成它的時間點 是差六年的七月一號 就開始存這筆錢 這個條件是從這個時間點開始算 所以它是在用普通年金表的時候 它就是這一點 所以我們這樣子算一期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我要強調 我們這個表是普通年金中值表 那它給你的條件是到期年金 到期年金有的名稱又叫做期初年金 好 那期初年金其實更容易讓你去理解 因為它是表示每一期的期初 就做這件事情 那我如果要運用這個普通年金中值表的時候 我就要往前推一期 因為普通年金中值表是每一期的期末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差七年的七月一號存這筆錢 那我要把 如果要用這個普通年金中值表的時候 我就要想說我差六年的七月一號跟銀行做了一個協定 做了一個存款的約定 那我從差七年的年初那個七月一號 開始每一年存定一期 存四年 那四年之後在銀行給我的利率是百分之八的前提之下 好 不是百分之八的前提之下 它會有多少的中值值 是百分之八 是百分之八 好 所以我說你可以去算 就我們的期數來講 這邊在這裡 但是用普通年金的時候 因為我是從這裡開始算 所以一期 兩期 三期 四期 五期 可是最後一年這個時間點呢 我是沒有再存十五萬啊 那我剛剛講 最後一年這個十五萬的中值就是十五萬嘛 可是我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也沒有存十五萬 所以我減一 所以你算出這個 你去找出這個數字減一去乘十五萬 就是這個條件的答案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普通年金中值七 利率是百分之八 其數是五 是不是五點八六六六 五點八六六六六六零嗎 好 所以你是個減一 好 所以可以看一下 在我們的一百四十二頁 它是不是寫五點八六六六六零一減一 就是我剛剛那版本寫的一樣的意思 潛一的意思是說 我只有存四次 我沒有存五次 好 我沒有存五次 只有存四次而已 所以我要介紹一下 好 原因就是因為我給你這個表 是普通年金的表 待會兒我們看到的限值表也是一樣 普通年金限值表 現在課本上面給你的這個表 是普通年金中值表 那我們待會兒會講到限值的時候 也是要怎麼 它給你的這個 課本上附的這個表 是普通年金限值表 所以如果條件是每期期初做什麼事情 他問你限值的時候你要怎麼算 已經用這個表去做推算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是限值 好 我們看一下在勢力時 143頁 他說呢 民生公司在X4年的1月1號購買呼吸器 然後呢 價款是從當年的12月31號起 每年償還10萬塊 然後一共要5年償還 好 那假設利率是10% 每年複習一次 他就問你說如果我不要分期跟5年來還 我如果跟那個這個供應商 或者是賣方講說我一次把價款付清的話 那一次價款付清要付多少錢 好 所以哪一樣啊 他現在講的是我每一年期末 好 我現在是X4年的1月1號買這個機器的 但是我們雙萬元好的條件是從X4年的12月31號 開始每年購10萬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他還共要負幾年 負5年 好 所以呢 X4年12月31號負10萬 然後呢 X5年的12月31號也要負10萬 一共要負5次 好 因為負5期嘛 好 這是X6年 X7年 X8年的12月31號要負10萬 好 本來想好的條件是這樣 那現在如果我不想跟5年 我真的很不喜歡欠錢 所以去每次去買東西呢 他問你要不要付 我問我要不要分期 我就不要 就想要買一碗就算了 所以我跟他講說我不要分這樣子 我要一次還你 一次把錢付清 我要付多少錢 好 那他跟你講補喜其實是不會的 好 所有一定都有利息的 尤其到底欠了我們那麼長 所以呢 市場利率是10% 那你現在要去算 第一年的年底的10萬 實現在多少錢 第二的年底10萬實現在多少錢 第三年年底的10萬實現在多少錢 第四年 第五年年底實現在多少錢 第四年 第五年年底實現在多少錢 它一定都不會是1 好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150幾月 年金限制表 你可以看一下156月到157月 它是普通年金限制表 你可以看期數是1 不管利率是多少 它的限制因子都不會是1 因為它是普通年金 所以這個時候的一塊錢值現在多少錢 期數一定不會是1嗎 一定就有什麼折限制的問題 好 那普通年金呢 限制就是負利限制的加總 所以你可以對照一下 我年金限制期數是1 跟我負利限制期數是1的數字 限制因子都一樣 1函 期數是1的都一樣 你可以對照一下156月的期數是1 1%的話是0.990099 你可以看一下 負利限制是1的時候是不是一樣 利率是1%的話是0.990099 你可以看一下第一牌都一樣 好 156月跟152月 你對照一下它第一牌的 第期數是1是都一樣 那負利限制期數是2呢 就是年金限制期數1跟2的加總 你可以去試加看看 這樣看懂嗎 所以這個如果我沒有跟你普通年金限制表 我跟你負利限制你也可以算得出來 因爲什麼 因爲負利限制表就是年金限制表 就是負利限制表的那個起數缺德接下來的 好 所以給你們看一下這個表 兩個表的之間的關係 好 所以如果拿到那個例子呢 我每年年底要付10萬 那我跟那個供應商或者是賣方說 我不要啦 我一直要付輕 好 那我要付多少錢 所以你就去算 第一年的10萬在利率10%的時候 它的限制是多少 第二年的10萬在利率10%的時候值多少 第三年的10萬值現在多少 就是不值錢這樣就算 對 負利限制的年金限制 就是負利限制的合計數 好 你也可以從這裡看出來 那我們給你 如果直接給你表的話就比較容易了 我就是查其數是5 利率是百分之多少 十 所以去查一下呢 其數是5的話呢 是3點 利率百分之10的話是3點790787 所以10萬去乘上3點 3點790787 所以是379,079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現在直接付現金的話呢 就379,079 那你直接就算出來了 好 不要看懂嗎 好 所以利用那個表 可以這樣直接算出來了 好 那我們把視率11講完就好了 然後就修行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視率11 我們可以前面講的視率10 是普通年金限時 我們來看一下視率11 就是到期年金限時 他說大名公司他租用機器移戶 然後租期5年 每年租金是16萬 通年每一年的年初支付 假設利率是9% 每年複習一次 那你問你說 我這個租金的年金限時是多少 他算是5期 每年16 好 那現在沒有講哪一年沒有關係 好 一樣 我現在每年16萬 我現在每年16萬 16萬一共要付5年 好 1 2 3 4 5 付到這裡 好 那我現在要問你的是什麼 問你的是 我如果現在一開始就全部把租金全部付清了 好 我就是我不喜歡這樣分期 好 我現在一開始就跟你簽了合約 然後告訴你說呢 我就跟你租5年 我一次就把租金都付完了 那你就是接下來我就可以使用5年 你都不能跟我收租金 這條件就是這樣 那我問你 那我一開始要付出金是付多少 好 所以一樣我用課本上面的普通年金限值表 因為我問你是我一開始要付多少錢啊 好 所以就我們課本上面來看 我們要問你的是 這個時候的錢直接要付多少 所以第一個 我的16萬乘下 這個時候的16萬就是16萬嘛 這個16萬就是16萬嘛 因為它的限值就是16萬 現在我付的16萬就是現在來看就是16萬嘛 所以限值就是等於我現在的金額 好 所以呢 第一個16萬是不用再去折現的 那第二個呢 你可以看一下 接下來我說了 我們這個是普通年金限值感 只是我期末做的事情嘛 期末做值現在多少 所以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這等於說呢 我如果用普通年金限值表來看的話 我是 我只有第一年年 第二年年初 就相當於第一年年底 這個現在第一年的年初多少錢 所以期末是一 二 三 四 這我只有付四次 好 所以大批的利率是百分之十嗎 次數是四啦 百分之十 這樣看得懂嗎 利率是百分之十的 好 百分之九 所以一樣我也付了五次 好 因為一開始付的十六萬就是六萬 他們有折現的問題 那第二年年初付的十六萬 他就要折現了 因為我要看值第一年的限值是多少 那第三年年初就相當於是第二年年底 值第一年的年初的限值是多少 所以一次評算 所以一共什麼 這邊是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所以四次而已 所以是四期 因為一開始耶 十六萬就是十六萬 所以你就去查 一樣查我的負利限值 年金限值表 利率是百分之九 四期的話呢 是不是三點二三九七二零 所以加上一的話呢 我去乘是四點二三九七二零 乘上十六萬 所以我如果現在一次付清的話呢 我要付的金額就是六十七萬八千三百 六十七萬八千三百五十五 就這樣算出來了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我要提醒你說 我現在給你這個表是普通年金 所以說我給你的條件 什麼是普通年金 就是期末收穫負利以前 這叫普通 那如果我給你的資料呢 或給你的交易條件是期出的話 那你怎麼利用這個普通年金的表 去推算這個條件 這個交易情形之下應該有的金額 所以這個我要提醒你 它重點是因為給你的這個表是普通年金的 普通年金中值表 普通年金現值表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